如何正确使用和保养遥控器电池 DJI遥控器内置了锂聚合物电池 在平时使用和存放需要注意采用正确的方法 长期闲置遥控器电池性能会持续缓慢衰减 切勿将遥控器电池低电量长期保存 以免电池进入过放状态 造成电芯损坏将无法恢复使用 若长时间不使用 请将遥控器密封在密封袋中 且存放在25摄氏度左右 阴凉干燥的环境中 并确保电池电量保持在40%至60%之间 这样有利于缓解电池性能衰减 建议每隔三个月左右重新充放电一次 以保证电池活性 引进使遥控器电池接触任何液体 切勿在雨中或潮湿的环境中使用遥控器 遥控器电池内部液体有强腐蚀性 如有泄漏请立即远离 如使用不当导致遥控器电池变形或严重瘴气 会对电池性能产生很大影响 请立刻停止使用 遥控器的工作温度在0至40摄氏度之间 请确保外界环境温度在正常工作的范围内 如外界环境温度低于0摄氏度 会对遥控器电池活性产生影响 导致吊电迅速 电池寿命将受到严重损害 遥控器务必使用DJI官方专用的充电器 进行充电 充电完毕后 请断开遥控器和充电器的连接 请合理使用以及维护遥控器电池 感谢您的观看